我们谈谈油股,883和857都想问 他说可不可以买入来做短炒呢? 上个星期五个油价是个别发展的 你怎样看883和857呢? 如果短炒的话要转身转得很快 或者说短炒的状况和汇丰几乎是一模一样 你这10元这些位置买883作为一个短炒 随时高位回,没有人可怜或者输是理所当然 但是问题是现在的市场很差 如果你真的博市站在24000楼上 你短炒是炒科网股博它不专为 所以暂时说你短炒价值股的诱因不是太大 但是的而且确对比科技股来说 科技股一转身不够快 你会有很大的风险在 所以这个直博率其实很一般 但是如果你不贪心或者转身转得够快的话 那的确可以的 因为我们觉得短线来说油价 就相对地会比较硬正 可能只有90元这些位置上拉脚 但是我觉得如果短炒857 会比较3比较好的 那857你看着4元这些位置 受得住的,你拼着它 但一穿就要走 始终你要记住你短炒现在是高追 高追一旦转 就是说有个回调压力出现的时候 跌一成都不过分的 你看到图上 所以暂时来说你短炒这些 最主要的问题 我怕大家转身转得不够快 所以一般建议我们都不会特别 赞成的 但是如果要选择跟车铁的话 那都没说不行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直博率很不吸引 所以我就 主张就至多少住了 其实你问我我觉得炒其他东西会比较好的 给大家吃到 好的 你看 谢谢 谢谢 给大家 收益 六年前 词曲 李宗盛